想要學會如何拍這一場好看的訪刊畫面嗎 歡迎收看 你開了新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第一樣 徐梓瑩 今天什麼職位 今天 跳箱選手 目前來到三個箱子 我現在是很困難 最高度已經來到我的胸口 OK 我要坐牢 OK 今天是秀師師傅 要來新秀師 要來新秀師 司機 很難訪耶大家 請莊華老師跟我們介紹今天的工作內容 我應該正經地講 正確來說我比較擔心同學沒有打 那其他 都換去拿 那現在大家都到了就OK了 這支是我們劇組導演一定要有的 拿著他的就是導演 因為我自己覺得 他有強調溫馨嘛 所以溫馨其實都會想到 自然 所以 我們在後面放了這件文字 他原本就有了 不是我們放 但是我覺得 他放起來還不錯 然後 然後 你看他後面那一區那個 有一個高腳桌 然後那高腳桌上面那個盆栽 那個是我剛搬過去放的 這個是在裡面的辦公室 然後 因為 因為你看現在看這個畫面 請看畫面 所以你看畫面後面如果沒有它的話 就會一片白 然後 就變成說只有這裡有植物 然後它的後景會很沒有內容 所以 我自己覺得那樣不太好 所以我想要到後面補一個後景 我原本在想 右邊是不是要再給他一些植栽 但是 我後來覺得 因為我以前是在一個 學校的空間 所以也想要呈現 校內有一個不錯的場域 所以 我還是保留了原本的這些 會衣桌的樣子 來作為它的重景 也後景 但最後景還是那個 制服區這樣 沒錯 你說它本身不好嗎 也沒有 它的界面長得很乾淨 那為什麼我們需要另一個遙控器來遙控它呢 因為螢幕呢 被V掛擋住了 你根本就看不到 所以用這個190塊 那 它是可以選各種不同的 你的機子的 那 現在我們這一機它的名字叫做 黑暗夜上 OK 我們真的叫黑暗夜上 我再三強調 不要在片場 銷售 推銷 你直接給我來這邊面膠 是面膠 片場面膠 你不能抵抗自由市場 這就是資本主義的力量 我們來看光啊 OK 這邊是我們的 T台 沒錯 這個整個後面都是我們的主任 所以加了一件漆板 就是讓這個空間比較容易 至少擔任多 那上面呢 這裡有一個燈籠 也就是在把它這邊再補量一些 這樣子 好 然後收音我們有收兩個音源 一個是 這一支 也這個就是 這是我們應該是主音源啦 就是這支直接從這邊收 然後 這個機子上面還有再接一支 是備用的音源 整個拍子上就是 燈光到時候 TING就這樣子 然後 會有一個空間 所以收一個圖片 然後有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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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也就是 站在這邊 坐在這邊 然後把它收到 好 然後 整個設定呢 就是最有趣的是 這一傳文藝是呈現的 請看 沒錯 不要覺得它是什麼 一般的遮光斗 它不是遮光斗 它是 提磁機 如果大家高中物理有學問好的話 這個叫做全反射 就是當你的折射率 超過一定的角度以後 它這個光就不會有 向內的折射 它會全部轉超過這個水平面 這就叫全反射 所以它的光線會全部出來 不會往內折進去 然後就算有折進來的 可能這邊也是黑色會吸光 所以說 畫面呈現上是不會有 欸 那個自在跑 但是前面講的人 可以看著他自己的態勢去跑 但是我們剛剛從頭到尾沒有任何一個人看稿 唯一要看稿的人 他眼睛被我們拔掉了 所以他根本看不到 是沒有不想的 就是大家的 所以製片想吃難吃的壽司 大家就要一起吃難吃 快點 我要問你八十元壽司 請接受採訪 他這個四十元是價值 製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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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騙我 他騙了我 我沒有看過製片老師失誤 他訂的那個 上次那間浴室 給他 那間浴室有 那間浴室 我只訂了兩千三 他才有四千塊的價錢 所以 我們那個時候就賺了一千七 今天 我們訂了十三分 然後每一份價值 會省四十 這樣是多少 是 五百 五百二 五百二 所以我們現在還有 賺一千多塊的 我們現在賺 所以我們現在賺 所以我們現在賺